大家好,又來到沿途有方明,在我身邊的方明師傅 大家好,靖兒你好 師傅,今天想和你講一些命禮,有命禮才有趣 這件事真是萬千少女咬牙切齒 這麼恐怖? 是呀,這件事追了幾天,師傅 是呀? 不用睡的,你那幾天真是 這麼過癮,什麼事? 沒有睡幾天,師傅,這個八字,其實我自己都有看過 就是王力雲的八字 是呀? 是的 這個王力雲的八字,最近王力雲這件事真的瘋瘋瘋瘋 全城都為了他嫌訓教,為了看他的事情 又看他父親出聲明,又看他老婆每天都放一些資料出來 又看他死都不肯說對不起,師傅,我想看看 因為我自己學了八字之後,其實一有這些事情一出現 就馬上去找那個男人的八字看 我自己看的話,王力雲幾天出生 我記得師傅你跟我說過幾天的人很懶 我想他在家裡都不做家務的人,應該全部都丟給老婆做了 再加上,他的印星有這麼重 印星這麼重的人,其實變相一定是冷之餘 好聽媽媽的話 但其實印星又不是他能用到的用神 是呀,他身強不用 是的,即是說他媽媽可能很中他 然後又可能在身邊給很多話去聽 但我又看到,因為他現在正在行丁友大運 一轉去冒失年那個大運 其實這個大運已經是他的技神 已經根本沒有運 但師傅我就看不明白一件事 這裡看到他自有醜合了 聽雷神說,即是他老婆說 其實他應該外面有個女人 所以才跟他說要跟他離婚 他自有醜合了,其實他食傷很強 但我想問師傅,怎樣看到他合著 但又要離婚呢 因為其實這個金其實都應該是他用神 是不是師傅 可以蝕他的氣嗎 蝕他的氣嗎 可以的,先一步步拆開他 一步步拆開他 那個時辰是在網上拿回來的 網上拿回來的,不是說什麼 現在就暫時先當他支持 對不對也好 就是我們叫做 我們上兩集講過五合 天罡五合的 是 就怎樣去看這個八字呢 是 我們一步步來 是 自藏丙毛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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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炳火透出 是 這幾套炳火是正印 正印格 正印呢 印星就是去享受的 對,享受 但是因為心底善良 師傅 他人心底不會壞 是 不過呢 是貪圖享日 哦 明白 印星 主求之辱 所以他應該幾聰明 學一下東西挺聰明的 應該會是那類人來的 是不是? 好了 那家局 那我用神 那幾套 幾套是田園之套 也是我們種和味和和價的 我們種這些東西 生在四月 生在四月 第一件事要什麼? 跳後 跳後 要水 對不對? 那這個八字 跪水透出 是 如果他生在子時 這個八字是真神得用的 這個八字 真的很靚 這個八字就靚了 這個八字 如果不是子時就靈界 是 因為這些是網上拿回來的東西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 如果是子時的 他用神就比真下 師傅說真的 就是看他三處 都知道他火土是紀神來的 因為他的火土是這麼強的 是 沒錯 這個跪水 出了個天罡 是 我們滋潤泥土 是 滋潤泥土 是 滋潤泥土 有個太陽 有些雨水 是 這個幾土就濕土 濕土就可以生鵝架了 是 是 如果這個八字 有個木在裏 人生這些命就容易成名 是 人生人生來講 是 所以這個子時 他牽了一個甲木透出 是 就變成了 裁官透出都有力 裁官透出 不是說有力 裁官透出 就是說 名利名利 這個人 會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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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是 反過來來講 甲木 在四月 都是 將近那些死住之地 就是 衰敗那些地 我們叫做 所以這個子水 這個水 就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水 我們叫做 奈河 這個八字 沒有金生水 是 是 他還要甲的一盒 是 天罡五盒 紀土一盒 叫什麼 叫做戀官 戀官 戀官 戀官就是事業 是 我為了我的事業 是 你對我多好都好 我不理你了 這些就叫貪合亡用 哦 這些叫 他貪合國甲務官星 忘懷了貴水的財星之潤 大地而山黃去官 意思之是說 他人生為了自己的事業 就不理身邊的女人對她的恩情 啊 明白 對不對她的恩情 那他就要出賣那些女人 況且他幾字 出生 是 二是火 那他本身這個八字 不要火 是 不要火 是 他整天覺得他身邊的女人 給他很大壓力 幫他不到 還要給他很大壓力 哦 他不開心 明白 不開心 但是其實是想幫他的 是 是幫他的 貴水是滋潤泥土 滋潤大地而被他山黃他的事業 一個成功男人背後的小女人 就是這個貴水 哦 明白 不聞不聞的嘛 不停滋潤這個大地 滋潤這個大地 是 而只不過他為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忙卻了淒財對他的恩情 是 那這些便貪惡勇 哦 他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 把他身邊的女人 要踢走位置 是 明白 這些 是不是 好了 拿到他用神了 是 拿到他用神了 變了他的妻公自火為己 所以他整天覺得這個女人 幫不到他 給不到他 給不到他 哦 明白 你可以說 可能結婚久了 玩到厭了 你都可以這樣理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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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人生他大運順行 我相信行到身有金運的時候 是他自己人生最理想的運 是 人生最理想的運 是高峰的運 我們叫做 好了 有運一個 鑽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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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八字紀圖 是 募攜一合 化火 真是發火的 是 火是個技神來的 是 就是說突然之間 他的老婆 變了火 回來 令到你很難堪 哦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你自己 為了自己 一而一而 對他不好 是 他就回來了 如果你說起用的 是 募述這十年 不用想的了 人生無論 就是很簡單一件事 當你的水沒有了 你的地就起歸裂 哦 航田嘛 是啊 那怎樣生的呢 航田 生不了了嘛 生不了的時候 你的肆肉要敗 哦 而這個大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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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運的時候 女人採錢 誰手可得 她不珍惜 她不珍惜 是 他又不知道自己的霸字 那個太太 坐貴字的 哦 貴字 貴水的字 是天月貴人 哦 所以你說什麼都好 人家 全都是支持他太太太 多的 不會支持你的 哦 你說幾字 是沒有的 只不過你紀討 如果你真的生指尺的話 你紫神一盒化水,養著,我們叫做月姬鼠喉香,這個紫水是天月貴人,可惜在事業上面,沙昂你那些都被那些帽子按住了,所以就一敗塗地,我們叫做這些,所以算命就一定要找用神,你找不到用神你就不知道他成敗,如果你找到用神的時候, 這個帽子一敗就通了,是他自己一手縱成的,天剛五合,你夾幾合,你合觀,你忘記了妻才對你的恩情,而你妻公楚忌神,你覺得這個女人永遠都不好,但他密間暈了,是,對的,那幾年見到他那些家庭那麼和派, 其實他自己的形象都很好,是嗎?是,是,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自一手造成,很多時候都是自一手造成,這些 這個真的是,還有師傅,其實如果看回他,那之後幾害那些帽子,沒有了,沒有了,過了,冒術這十年一沉下來就沒有了,因為何知其引通的技神轉轉功,你冒術呢,冒術一合作用神走,沉了個紫水,按了個紫水的了,所以理論上應該沉了,我們叫做大運榴槤,再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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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帽子,如果我們算命來說,就是沉落底的了,當你就算走幾害都好,爭官的了,那官式不是你的了,要爭的了,再自害一沖水火交戰的了,那一戰就什麼都不用說了,這些帽子,這些帽子是走金運稍微好一些的,他文獻金的,哦,明白,是啊,這些,所以人生的東西要整定的了,沒辦法的了,如果真的生孩子的時候,批他不行的了,批他,哦,明白,是啊, 有沒有呢,刷通了之後,你就知道公рип是,人生的命運都是很相近的,嗯,同他的命運都是很相近的,嗯,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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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辛苦,那麽還有其實要跟大家說一下,或者將那一隊轉運的時候,這些時刻,得就是要最小心的事 是啊,現在即是,著就是每四戶人生的命運在轉運的那一段期間那年,是發生的最麻煩的,是啊,對,最麻煩的 自己真的不要那麼多改變 或者低調一點 尤其是很多時在那些轉國運 譬如這樣說 他走身有衰 一轉進去何子丑身有衰金來的 轉進去何子丑那些古人也叫轉國運 通常如果人生的命運 在那些運來的就是發生很大轉變 如果用神就好些 如果忌神的就隨時命都沒有 就算在轉國運之中 你轉好運也好 必然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這些不好的事情 古人認為是怎樣說呢 就是當你在一個不好的運 轉到一個好的運 你要跌到最底 要跌到最底 恆生指數不到最底的那點 它不會反彈的 你都不會升回 人生是這樣的 但是你轉好運那段期間 古人認為它不會一下子就會好 它不會的 它要跟回自然規律 所以落入智三明消息庫 他們都這麼說的 他說 張興未興之際才扭扭興煙 他說那些火 還沒著的時候 你看不到火的 你看到那些白煙慢慢慢慢上升 上到差不多的時候 那些火就燒得很紅了 你就看到那些火出現很紅了 但是果果撒冷的時候 你已經入了運了 你自己不知道 入了個運了 那你認為自己是 應該得的那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我努力過 它不知道是轉好運了 好了 到你知道的時候 那些火就離色了 走得幾年 你自己以為好運了 亂來 又說亂花霍 買東西 溝女兒 送東西給別人 好了 你運一轉 那幾年下埋了 運一轉下運不好的 那你就一敗逃地 是啊 所以就說 上帝要你滅亡 首先要你瘋狂 一定是雙世間要給好你先的 是是是 給了一些正的東西 給了一些正的東西 然後一次過收回你 等你命都沒了 等你命都沒了 所以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就是說 走好運 你不覺得 到你知覺好運的時候 就已經運美了 差不多運美了 你還未知的時候 下一個運如果不行的 就命都沒了 是 就好像這些八字了 明白了 就是這些八字了 明白了 好好好 多謝師傅今天的教導 那我們下次再談 好了好了 拜拜